对,我然后再给你们说一个离谱的事情 昨天不是出去吃饭吗 然后那个时候有威武的很多人 我给你们说一个什么事 我问了他们这个事情 我说,我为什么瑞士之前状态那么差 后来又好起来了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直接人惊呆了 我给你们讲一下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这个能说,这个能说,这个能说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瑞士他那段时间状态那么差 他后来状态好了 我给你们说是为什么 他近视眼400度 然后没有戴过那个 就是他有一天出去眼镜丢了 一直没配 然后他们都以为他戴的是隐形眼镜 你知道吗 就以为一直以为他戴了个隐形眼镜 就以为就没太当回事 然后就突然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跟他们说 说我感觉我最近注意力不怎么集中 然后就问他为什么 他让他眼镜丢了 你知道吗 他让他眼镜丢了 看东西就点迷迷糊糊 就是跟我形容是什么呢 他之前打的时候 他是这样看的 他是这样看屏幕的 后来打成这样看 你知道吗 后来打成这样看 给我听傻了 我说卧槽 我说还有这种人 然后抓紧去 给他戴他 就配了个眼镜 回来好了 真是上单芒僧兄弟 真他妈真就选了个上单芒僧 咱们心里话 太夸张了 这种事情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说过 好吧 我打直接这么久 都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就跟我讲 他没有说 他眼镜丢了 看不清 他说的是我注意力不怎么集中 你知道吗 问他为什么注意力不集中 这个人开始说 眼镜丢了 一直没配 卧槽 我傻了 也很委婉啊 我昨天出去吃饭 就了解到这个事情 然后给你们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事情挺有意思 然后 还有一个算是 看个算是 也不算是什么大消息吧 不出意外的话 V5的机游赛 应该是一直用小龙堡的 除非小龙堡 顶不住机游赛的压力 拉格才会上了 应该 我听他们说的是 说拉格状态不好 就没有那么多什么乱七八糟 那些节奏 就没了 这有 这有为什么不能说的 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我信吗 我当然信啊 比赛老子又不是没看 拉格 我这么跟你说 从比赛 我们不从任何角度上来说啊 我们不说拉格是老将 他经验不够 经验丰富 怎么样 我们排除一切 小龙堡这些场比赛 打的就是比拉格打的好啊 那有什么好变的吗 兄弟 那真没有什么好变的吧 那这玩意 你都 那这那这那这 这真没有变的吧 兄弟 有眼睛的都看得出来吧 这玩意 不是有眼睛的 都能看得出来的东西吗 小龙堡的状态 就是比卡塔好 你现在你去什么 找什么银号过来 带结的都行 好吧 我虽然没看过训练赛 比赛就是这样的 比赛 小龙堡的状态 就是比卡塔好 没了 有什么好battle的 我觉得能理解吧 小龙堡他现在 可能说隐藏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知道小龙堡 他的机游赛 能打成什么样 这个是小龙堡 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吗 一个位 最大的一个位置 这就是属于 在小龙堡身上的位置吗 这就是 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小龙堡说 机游赛也可以打很好的话 那就站起来了呀 小龙堡 小龙堡状态再不好 我上你大爷 跟你说了 小龙堡如果说 顶不住机游赛的压力 拉哥就回来了 拉哥就 I'm back 那卡 那你老将不就 干正活的吗